謝謝主席 先有請部長 來 請羅部長 博委員好 部長你好 我們一開始先短暫利用一個時間 確認一下基礎的事實 好 上禮拜我請教您 就今年1月的時候 菲律賓事件 那您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那我曾經提示過 那你在之前4月14號 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時候 說你是當天才知道的 然後我上禮拜 前天在跟你確認這件事情 您還是說你們是上飛機以前 當天中午才知道的 那今天你們提出的報告說 你們12號的時候接獲通知 12號接獲通知是我們國兩師 是不是 你們有國兩師12號有 他那個不是通知這件事 他們是諮詢 好像是詢問說 這些人在國內有沒有案件 是不是這樣的 法務部於2016年1月12號 收集外交部駐菲律賓代表通報 我國國人某一位先生 我之前在提案的時候 為了保護相關當事人 我從來沒有具體點名 結果你們今天在書面報告 把人家名字寫出來 我非常驚訝 不過沒有關係 你們書面報告不是說 你們在4月12號就收集了這個通報嗎 今天你們的書面報告 部長沒有關係啊 您先請回啊 跟副司長先在旁邊 稍微休息一下 把你們知道的時間 跟副司長討論再確認 等一下再上來 那個請部長跟副司長 可以先下去休息 你們兩個商量一下 今天的書面報告有誤 還是部長上一次尋答的 答覆內容是錯誤的 確定了再上來 來有請陸委會 是 請陸委會 報告委員 其實 那12號 陸委會一邊開始移動 來請陸委會上來 12號我們是檢察官收到 他們的請求訊問 說問法律問題 他並不是要 先停一下齁 外交部駐菲律賓代表處通報 我國國人某某某 因為在大陸地區設有榨取商業違約金最嫌 經過大陸對其發起 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報 所以今天這個書面的內容 如果是錯誤的話 那沒有關係 我給部長還有副司長時間更正 那請你們兩位先下去 謝謝 來兩位請問來 因為我問的完全是按照你客觀講的事實 沒有一句是我捏造出來的 好來請陸委會 第一件事情請教齁 2月16號 貴委會有哪些人員參與會議 本會兩位 一位核研究委員 今天有沒有來 請 那另外一位呢 另外一位 嚴科長 他已經今天 沒有關係 另外一位忙 沒有關係 來 請 參與會議的人員 第一個問題 2月16號的時候 在當天的會議上 你們有沒有聽過 與會的代表談過 在菲律賓 我剛剛我講的 1月14號的那個會議當中 相關處理 在過程上面 我們的法務部 跟對岸的公安部 兩者之間的聯繫 有沒有人在會議上面 說出 類似的經過的話 你有沒有聽到 我請提醒你注意 就是說 我對於第一線的文官很辛苦 你們彼此之間不想要互相得罪 這個我完全都了解 但是我希望 今天到場所有的文官 因為我不會憑空問這件事情 我如果沒有相當的掌握 我的個性是不會憑空 去丟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出來 所以請注意 接下來的陳述 你看我在質詢法務部的態度 就知道 我是每一個客觀的 你講過什麼話 我都很認真去追啊 我不是按照那種 什麼爆炸媒體上面的評論 在提問的 請問有沒有人做過相關的發言 確實在會場上有聽到 其他與會機關的代表有提到 您委員剛剛所提到的問題 好 發言的內容是什麼 就你記憶所及回答就好了啦 因為具體他到底講了什麼東西 我已經掌握了 現在我只要測試 我們政府內部彼此機關之間 在針對整件事情上面 事情的原貌是什麼 就你記憶所及那天會議上面 與會的人員所提到的內容是什麼 請說明 欸 那一個提案的內容 發言的內容 因為蠻長的 那中間大概我只隱約聽到 有隱約聽到是說 好像我們的這一方的人員 有請大陸公安部的人員到機場去帶人 大概這樣 有這樣子的內容嘛 對不對 沒有錯嘛 好 再請調查局那一天開會的同仁上 上來 調查局副處長之外還有哪一位 副處長 您好 來 請介紹一下您的另外一位同仁 這位是我們經濟犯罪處的歐陽敏昌 歐專員 OK 好 在那一天的會議上面 請問兩位與會的人員 有沒有聽到有人做過 剛剛陸委會所指成出來的那段發言 先請副處長回答 你有沒有聽到 我個人沒有聽 個人沒有講過這句話 你個人沒有講過嘛 你在會議上面是醒著還是在睡眠的狀態 我有在聽 OK好 那您記不記得 如果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不記得我也不會為難你 但是我們歐專員有提到相關的說辭 但是 歐專員有提到相關的說辭 歐專員有提到相關的說辭 就是您在您右手邊的那一位嗎 是的 好 來 我們有請歐專員 歐陽專員 來 歐陽專員 你那天在會議上面 就您在相關案件的處理上 我看到會議紀錄我隱隱約約啊 看到有人覺得 在第一線處理工作的時候 因為背後的指令不明確 所以導致第一線的工作人員有很大的困擾 可不可以請你告訴大家 在2月16號那天的會議上 您說了什麼 在2月16號的會議上 我當時是提到 在政府對外 不管是遣返 或是做各種共同打擊犯罪 所以大家能夠有一致的作為跟思維 那當時我提到 就是說 因為討論到菲律賓 這個弘某遣返的案子 我是提到 當初 就是說 菲律賓遣返事件以後 公安部 港澳台辦公室的一個處長 公信處長 曾經 向我提到 就是說 在1月14號 遣返的時候 就法務部 曾經就是說 在飛機起飛前 的20分鐘 通知公安部 那公安部 這個公處長 他覺得 這個 在20分鐘 前 通報 這個 他公安部 還要走 各種他固定的程序 他們實在是很難處理 所以這段話 的確有發生過嘛 來 來再請代副市長 上來 代副市長 那天 你有沒有與會 我有開會啊 那歐陽先生 講的話 你有沒有聽到 隱約有這樣子的一個印象 但是記得 不是很清楚 所以上次開會的時候 問的時候 你說話不是這樣講的嗎 但是現在人已經到這邊了 還原那天開會的實況了 有勾起你的回憶了嗎 隱約有聽到 那時候我們問他說 怎麼會這樣子講 我們那時候想說 這是怎麼回事 可是因為那天我們聚焦 是在管轄權的部分 所以 沒有關係嘛 我上一次質詢的重點是 有沒有發生過這件事嗎 沒有啊 然後部長一二再 再二三的 跟我說沒有嘛 那我相信部長說的 因為部長當天 並不在場嘛 所以我才拜託主席說 好沒有關係 如果要厘情事件的真相 把所有那天有開會的人 全部都找來 現在那天有開會的人 不是只有一個人 在場 入委會的 開會的人 證實有聽到這樣的話 調查局的 也證實有聽到這樣子的話 而調查局的人 現在也做了說明 來 再請歐陽先生上來 歐陽先生 請問你 上述的對話 是在什麼時候 什麼場合 聽到的 所以是這位當場跟你講的對不對 就是在那個公安部 副部長 副部長陳志明 一個參序的場合提到 好 我方人員除了你以外 還有誰在場 當時是 我在場 只有你嗎 我方的人員喔 我講的是台灣過去的 台灣當時 副局長在不在 當時也在 副局長當時也在嘛 沒有錯嘛 是 對嘛齁 是 我這樣說得夠清楚了嘛 好 他當初跟你講 法務部打這個電話的人是誰 因為 部長說不是他 我百分之百相信羅部長 但副局長也說不是他 我前面會議通通都有問過了 都不是你們 法務部打那個電話的人是誰 我 這個我在 1月 2月16號這個會 我只是轉述 這純粹就是 公安部 港澳台辦公室 的 公彥品處長 提到 我是轉述 對啊 我了解您是轉述啊 我沒有為難您的意思啊 今天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您在立法院整個審議的過程當中 說出了這樣子的事實 我知道你承受相當大的壓力 但是這件事情我們一定要弄清楚 因為我之前 從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 我一直在問這件事情 我得到的答案都是沒有 絕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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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消息來源 告訴我這件事情以後 我做過初步的查證 初步的查證就是有這件事情 但是我在委員會上面問話的態度 一開始我都還是用開放的態度 用有沒有這件事 有沒有這件事 不斷的在問 那得到的都是相當迴避 閃爍的答案 那前天 部長再一次的強調 說絕對沒有 他自己沒有 他相信部裡面的同仁也沒有 所以現在只有兩個可能性嘛 第一個可能性是 這個人 他說謊 那他說謊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挑撥我國政府部門彼此之間 的信任感嗎 我們的外交部 我們的陸委會 發生相關的事件的時候 去做了進一步這樣子 馬上去營救人 結果有人通知他們 如果他說的是真的 這件事情很大條 如果他說的事情是假的 那這一位我們的窗口 是在挑撥我們的行政部門 內部 你到現在 還不願意把陸委會那個 把法務部那個人是誰說出來 那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繼續的追下去 因為時間到了 我尊重主席的才是 好 呃 幾位除了調查局這兩位 其他幾位請回 調查局你們這兩位 那天 2月16號是有參加這個會議嗎 是 啊你們沒有簽到嗎 有簽到 那你 你有簽到 那你們法務部今天提供給本會的 列席人員 為什麼沒有你們兩位啊 有啊 有嗎 你自己拿去看啊 蛤什麼 這又不是我們 這你們給我們的啊 這也是行政人員給我們的啊 對啊這都是原稿啊 這名字都是原稿啊 所以你們確定你們有簽到 你們有 還是你們 都有簽到 啊為什麼你們簽到 簽到 部上面沒有你們的名字 不是 簽到部還在後面 不是啦 2月16號的啦 怎麼簽到 我也知道不是委員會的簽到部啦 2月16號你們去開會 法務部的會你們有沒有簽到啦 你們有確定去開會嗎 有開會 而且還發言了 是 但是 有沒有 漏氣 不是再打一次嗎 你們確定一下 那是年少啊 你們高檢署去開會 有沒有高檢署的人啊 有高檢署的人去開會嗎 但是沒有簽到部沒有啊 那可能就是那天可能人比較多 可能行政人員分露了 你看這上 我剛剛我也在問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現在到底哪些人開會 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確定知不知道 你們現在能夠提供給我們的 只有簽到部 所以你們也不知道 誰開了會 如果沒有簽到 沒有不看簽到資料的話 你們也不知道對不對 那不是莫名其妙嗎 你們這奇怪的單位 然後大家都一都隱約聽到 你們的擴音設備是不好的 大家都隱約聽到 那兩位請回 我們等一下再處理 不好意思啊 好我們接下來請 我先宣告我們今天 因為看起來質詢的委員不是很多 我們上午的會議到我們巡達結束 才休息 好我們請王定義委員 謝謝主席齁 我還是請調查局副局長跟 副處長 副處長還有歐陽麻煩上來一下 是請歐陽調查專員 歐陽先生跟副處長